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这里被称为山西太行小江南 在每年的三月初湖关县城这边还是冰封雪洞的 但是洞外的红豆侠所在的区域已经是春暖花开了 文旅大发现大美太行之奇幻山水系列 浪漫太行红豆侠惊奇之旅马上播出 哈喽大家好我是超超咱们又见面了 那今天超超来到了太行山 太行山不得了 它是我们中国最著名的山脉之一 北起北京西山南达黄河北岸 全长400多公里 大部分的海拔都在1200米以上 那它也绵延在山西与河北山西与河南之间 要说这太行山最显峻最秀美的一段 那肯定是在山西湖关县一带 那今天啊超超就带大家来到了有湖关小江南之称的红豆侠 那这里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不一样的惊喜呢 咱们走吧 红豆侠是太行山大峡谷自然风光旅游区的代表景区 也是诸多景区中内容最为丰富的景区 因为峡谷内多处天然生长着国家一级保护珍稀树种 红豆山而得名红豆侠 红豆侠总面积700公顷 主侠长15公里 流域面积102平方公里 高低落差1000多米 站在制高点俯视 红豆侠的形状像极了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 红豆有相思之意 凤凰有情侣之欲 所以红豆侠又被称为中国第一情侠 哈喽团子 哈喽正在观看我们文旅大发现直播的朋友们 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到的是红豆侠 那在穿过红豆侠之前呢 我们要经过这样的一个洞 叫做别有洞天 在每年的三月初 湖关县城这边还是冰封雪洞的 但是洞外的红豆侠所在的区域 已经是春暖花开了 所以啊 红豆侠有着 无关小江南的美称 过了别有洞天 就真正的进入到了红豆侠大峡谷景区内 红豆侠共分为七个大的景区 分别是蜡烛峰景区 七仙玉景区 三叠潭景区 重云寺景区 腾石院景区 红豆谷景区 小钢沟景区 今天我们的小旅游达人超超康尔 会如何推荐这里的行程呢 我们也跟着进去看看吧 其实啊 我们出去游玩 特别是去有山有水 游玩面积还比较大的时候 全程走下来会很累 但是又不想错过特别的景点 怎么着呢 那今天啊 超就先来给大家踩个点 看看景 哪些地方非去不可 哪些地方大同小异 这样啊 你心里就有个数了 就可以择优录取 您看 这一进门 就来到了双龙湖 由于太行山大峡谷中 王满河与浙河 两条奔流不息的河水注入 形如二龙溪水 湖坝间又相有两个龙头 湖水从龙口喷射而出 故取名双龙湖 双龙湖取河中沙石 驻坝故岸 就形成了这个东西长一百七十米 南北宽近一百米 总容积达四万立方米的池塘 今天这样的推荐方式 我很喜欢哦 但是为何你要格外的说一下 这并不起眼的双龙湖呢 哈喽团子 这个问题啊 我来给你解答吧 相传在西晋的时候 红豆霞呢 周围的大山 曾是一位著名的道教影师 爆量的修炼之地 在爆量入道之前 他爱上了一个漂亮的女孩 却遭到了父母的反对 这两个人啊 就开始密谋要性情 跳进水潭当中 这个时候 水潭竟然出现了变幻的奇景 他们惊呆了 随即啊 就打消了这个亲生的念头 自那之后 人们都把这儿看作是 降降四伏的圣地 听了康儿说的这个传说呀 正是符合咱们红豆霞的别称 中国第一情霞 那这里发生了美丽的爱情故事 不仅传说美 那这儿的景色也是非常的美 你看站在湖岸观景啊 这湖水是清绿闭透 湖面静平可见 微风一吹 波光淋淋 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而且双龙湖 还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 灵光影线 风和日丽的天气 湖内偶尔会产生气势磅礴的彩虹 或如五光十色的光环 亦或是金碧辉煌的宝塔 这就是龙湖灵光 所以啊 如果大伙来了这里 不妨在这里留布观赏 可能你也会看到 自己意想不到的美景 遇到自己的真爱 来到太行不看山啊 那简直是枉费此行 那来到这里 最应该看的就是让人惊叹的锯齿楼 这里啊就是锯齿楼了 锯齿楼呢 位于崇山峻岭之上 是湖关县的桥上乡 通往俄乌乡的一条山间古道 之所以叫做锯齿楼 是因为有一段山路 那可是异常的陡直 据考证啊 当年我方居民就是利用锯齿楼 利夫当官万夫莫开的有利地势 展开了红豆侠保卫战 三个多小时 消灭了敌人三百余人 蜡烛风 这个名字记得好奇怪呀 难道是这山峰长得像蜡烛的形状吗 团子你还真没猜错 身后这个山峰啊 就叫蜡烛风 看着像一根插在深谷里的大蜡烛 所以叫它为蜡烛风 您看这蜡烛风啊 宇宙边的大山 不依不连 不歪不斜 拔地参天 它的高度有二百二十米 在古代的时候啊 蜡烛风也是湖关县最著名的景点之一 宋代士王府道曾写诗赞美蜡烛风 不分苍原西北清 只将一柱鱼扯称 而今六目安然处 应叫斯人 乐太平 超超给大伙介绍的呀 叫做蜡烛风 我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景点呢 叫做七仙玉 七仙玉呢 是整个景区 凤凰象形左翼所在的区域 是蜡烛风沿着西北的方向 延伸的一条支辖 长约三公里 面积呢 约六点一公顷 由于洪水的切割冲刷 形成了七组比较大的 悬铺深潭景观 传说啊 曾经有神仙居住在此 顾得名七仙玉 而在七仙玉 最值得介绍的 就是这里的岩石了 七仙玉岩层文化十分丰富 是地质科考重要基地 峡谷深处的岩石 呈多层结构 据专家认定 何尝散落着三十余块大型 和两百余块小型的 五脊椎古海域动物化石 而且这里 还有一段不得不说的 重要商道 白行古道 春秋战国时期便已存在 迄今已有两千五百五十年的历史 据丰志记载 丰神演义中的商周之战 周军曾经经白行古道 直逼商都昭歌 春秋时期 静文宫也从白行古道 南下争霸中原 历史上曾经有十几位帝王 百余位诗书画名人 涉足这里 留下了许多千古佳话 哇 原来这个看似不起眼的路 曾经走过这么多名人啊 那超超 你知道都有谁在这里做过诗词吗 嗨团子 你也太瞧瞧我了吧 我来之前可是做过功课的 这白行古商道 自古就是上党道中原的交通要道 全上有一百多公里 新起湖关古城 东达河南省明辉二线 而且这白行古商道啊 还是太行八行中距离最长 保存最完整的古马古道 其实啊 还有很多呢 你像这著名诗人李白 还写过诗词 五月相呼渡太行 催轮不道 阳长苦 那这么多我就不一一来讲了 我们一路走来啊 发现这河床边岸上 隆起了很多山石土丘 在这腐披刀销的直壁深侠里 山石土丘显得不伦不类 据专家介绍说呀 这种地貌叫做山崩地貌 也叫崩塌地貌 它的形成与整条峡谷的年轮 显得并不般配 那实际上呢 它是山体滑坡造成的 可见大自然的运动 并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 大自然的威力是无穷的 咦你快看那里快看那里 那座山峰的形象 好像西游记里的人物啊 团子你的眼睛可真尖啊 我正准备给大家介绍呢 大家回过头来看看悬崖间 有一组唐僧师徒向行山峰 细细观察的话呢 就能看到唐僧 猪八戒和白鲁马 可以说是形象逼真 唯妙唯孝呢 赶紧看看 诶 但却不见孙悟空 还有沙僧的身影 有人说啊 在唐僧师徒取经的过程当中 普京此处斩妖琼磨 孙悟空啊和沙僧已经是到天宫 搬旧兵去了 还没回来呢 可想而知 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再加上人们丰富的想象力 真的是让这不会说话的山水 都灵动了起来 跟着超超和坑二的脚步 我们接着往前走 就能看到三组大型铺潭 分别是浮潭 寿潭 鹿潭 亦为三星高照 三叠潭景区 面积约二十五公顷 游程三个小时 是红豆侠和整个太行山大峡谷 自然风光的精品所在 山水风光独领风骚 就连我国著名文史和旅游研究专家 侯文正先生考察时 有感于三叠潭盛景 而吟诗赞道 此乃天人合一之景 养之弥高 叹之弥深 懒之不厌 游之不倦 赏心悦目 移情养性 其美也何如 其乐也何如 而我们第一个要介绍的 就是浮潭 即入口第一大潭 此处瀑布高二十四米 潭水面积三百平方米 最深处达八米有余 而再走三百多米 又见河床突然抬升十五米之高 一道飞铺 自高处飘下 落入深潭之中 这便是寿潭 寿潭面积两百余平方米 平均水深五米 爬站越溅 逆流而上两百米 就溅到了鹿潭 鹿潭也属河床上下直段 溅水从二十米高的悬崖 跌落所形成 此潭面积一百平方米 最深处在十五米以上 花花流水声与旁边高耸的山溅 形成鲜明的对比 让人仿佛就生活在仙境一般 其实我们仔细来观察 潭面啊 由于储水深浅不同 很明显的分为两层 外潭水星溅底 像和卵石小和鱼 清澈可变 那一潭水色墨绿 样子像一个元宝形 所以也叫它元宝潭 在铺水下落的悬壁上啊 有一处挂泉景观 那在岩壁上 附着生长了很多碧绿的台草 那山泉涌出顺台草低柱 常年累月 便形成了一块巨大的水秀石 其实啊 我们都说 洗外不如洗礼 洗礼不如洗沸 来到这儿呢 您就一定要看看这里的 天然森林玉巴 这里呢 有上百种珍贵的树木 和五十多种珍贵的药材 还有许多叫不上名的野花 野草 野藤 据说啊 森林当中含有的 富氧离子和芬多精 是城市的七倍 能够有效地杀死 人体内的毒害 病菌 对人体是非常有益的 说了这么多 我真的是越来越心动了呢 可是 可是我真的不想走路了 太累了 别人说你不想走了 我也累得不行了 这下山啊 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走步游梯路 这人工修建的 一千九百多个台阶 步游而下 又可以锻炼身体 还可以看到对面 佛教建筑 峡谷人家这些景点 第二个选择 就是滑梯路 省时省力还刺激 要我肯定选第二个嘛 是不是 我为什么走了第一个呢 好累啊 不过悄悄坑耳 你们也别气馁 这不有新的体验 给你们玩吗 刚才那个项目啊 叫做溜锁 一会儿呢 我也要从高处 滑向低处 这一路呀 一共有四百米 一会儿不知道 我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一定特别刺激 好期待 这锁道啊 全长是四百米 这个高度不强 所以我不知道 掉下去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其实我心里是特别紧张的 所以大家来到红豆霞呢 一定不要忘记体验这个 既自己又具有娱乐性的项目 刚刚呢 我们这个摄影师啊 抱着两个摄像机 就下去了 男孩子肯定不敢叫 我嘛 显得过逢啊 我现在啊 其实是有点小路乱帐 那个心在怦怦的跳 我一点都不紧张 我叫不紧张 我要出发了 好丢啊 随着大火的阵阵尖叫 摄影组的成员们似乎也挑了一段捷径下了山 可这后果也是很严重的 晕头转向好久才缓过来 如果电视机前的你有挑战刺激的勇气 不妨一试 这感觉倍儿爽 啊 终于下来了 这全长四百米 我都提心吊胆的 而且从上面滑到下面的时候 我看到我面前就是一堵黑墙 我特别怕我的脸是先着陆的 但是我机智的用脚顶到了上面 我发现平安无事 现在咱们来到这座寺院呀 叫重云寺 在前面东北山崖有一块巨石 叫仙油盐 仙油盐的下面有一个天然石窟 相传在很久以前 这石窟上面呀 有很多小洞 洞里经常滴出谷物 于是佛家僧人就揪其众多善男信女 在这儿 建寺名叫低谷寺 在隋唐时期 低谷寺进行了扩建 于是将其改名为重云寺 隋唐时期 佛教文化在我国北方地区演兴 低谷寺进行了一定规模的扩建和增建 当时人们非常崇拜龙图堂和云生龙之意 扩建后 寺与定名为重云寺 宋经时期 重云寺神明与香火曾经一度辉煌 历史上 重云寺曾经多次毁损 特别是明家境万历年间 现存于遗址内和散落于宏帝村的碑节 就有十二通 尽管屡经休息 却挡不住时间磨损和天灾人祸 到明代末年 寺鱼已经逐渐走向衰落 如今在重云寺遗址 除了天然石窟和几通石碑外 寺院建筑已不复存在 站在石窟难忘 对面山峰巍峨 直插云霄 云雾缭绕 若明若暗 若隐若现 仿佛云中盛景 天外世界 从重云寺景区 往西南走两公里 就是藤石院景区 藤石院景区面积 约二十六点六公顷 其特点是地段开阔 奇石灵巡 怪木奇石 石面生树 骨藤心条缠绕 天然盆景众多 许多专家考察后认为 这是一处世界级特频旅游资源 除了这些怪木奇石 最吸引主持人的 还是这个 城山峰 这边 城山峰 那边 喝 喝 那边 喝 其实啊 走了这么多的景区 我发现我们的红豆侠还是非常好吃的 你看山美 水美 而且啊 这体验项目也是非常多的 像是索道 吊桥 还有我们现在做的竹筏 我觉得啊 很适合一家人来此游玩 并且啊 一路行走上来都有观光车来代步 很适合老人和小孩来这里游玩 这么美的风景 简直是北方的九寨沟